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古论今 我是老潘 这是世界杯的一个专题节目 世界杯今天就要开打了 这个卡塔尔对厄瓜多尔在美国时间是今天早上 11月20号早上11点 就是中国的11月20号的11月21号的零点 好像是中国的话 好像11月21号的零点 那今天首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 Raka 首先我要去搞一下他的这个 领取他这个点BAB 我领取这个BAB之后 我就会进那个USM里面去赌一下这个赌球 那现在我先看下这个怎么领法 他这个是 如果你是之前有nmetamount 我的就是一个nmetamount 就可以领取一个四字符的BAB 他是11月2号就开始了 但是呢 他可以领两个月 只要两个月之内只要去领就可以了 之前SSR还有SR还有R metamount 那些都是10月31号左右开始的 都是差不多时间 然后这个SR keysup 我这个也没有 反正我领不了 我就只有这个nmetamount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怎么个领法 领取时间为两个月 以领取注册券的元寿 将自动转移到另一个质押地址 两个月后 你可以获得你的metamount 并可以自由交易它 我先去找一下他那个网址 好 是要去到form.raca3.com 然后一撇一个警号 一个再一撇 这个是forms 然后要点这个connect wallet 刚才我已经点了一次 and next connect 好 连上了 然后呢 我看一下在什么地方领 是吧 nft nmont 这个 这个 4character free registration voucher 就是这个 然后 这个怎么搞啊 点一下这个 nmetamount 然后点这个approve select one from the list Approve 如果你钱包里面已经是 之前是从游戏里面拿出来 放了钱包 如果之前如果你是把它放在游戏里面 现在你应该就可以有这个 就是你之前呢 就是做这个 啊 当时要把这个metamount放在你的游戏钱包里面 我记得是这样的啊 然后他会做一个快照 快照之后呢 现在他就会 呃 根据你当时在里面放的这个数量 这个metamount的数量就给你这个voucher 然后你过来这个地方之后选取你的那个metamount的内容 如果你有两个的话呢 这就会显示两个 我只有一个 所以我这就有显示一个啊 然后点这个approve 这个就让我告诉我这个这个网站有权利去转移你的nft啊 呃 他们必须要转移你的nft才能给你这个bet 然后过上两个月之后会把你这个metamount给还回来 所以我就点那个confirm 好 confirm 然后呢 就可以点这个form是不是 啊 应该是啊 呃 点一下这个form 然后 就会质押你的这个metamount 他会给你一个voucher 然后等一下看看 然后等一下看看 好 刷新一下看看 刷新一下看看 lock amount 这个已经是lock进去了 啊 然后呢 就earn了一个 for character free registration voucher 然后呢 要去什么地方 去 sign up 我去找一下 我记得上回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做了 呃 playlist 好像当时我做了一个这个nft游戏系列 然后呢 然后呢 可以找到这个 这要5000个rata 在所有的 quid 就是 点这个 register 看 就是 入侧的 dad 这个 www.jazz sddid.com 应该是这个吧 是这个 就是 刚才 领 他刚才我们做完上面的步骤以后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 Jsdid你的这个 这个里面有一个mywaltors 你就会看得到这个waltors 然后呢就点一下这个 forcharacter domain name forcharacter就是要四个四个字符 出一点BAB 这个字符确实有点少了 registration price 100 100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免费的 谈股论金 TGLJ 谈股论金 我试一下 看行不行 one year discount 百分之百 谈股论金 没写错 写错就忘了 register include any yourmywaltors register include any yourmywaltors 好 好 waiting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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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新注册的 然后我要怎么 然后我就进USM里面去看一看 USM USMWords.com 是不是这个 LaunchUSM LaunchUSM 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我是注册了一个 然后这次是搞了一个四字符的 上次那个 上次那个是做这个 这次是做这个 USM进去 Vallet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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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去竞猜 但是我忘了足球场或者是这个 这个赌球是在什么地方 我先进去随便进一个看看 应该是在足球场那个地方 看看我能不能把我这个换成 我怎么把这个给换掉呢 这个BAB 我刚才刚搞的那个 估计还要设置一下 是不是 我先把这个关掉 ChangePrimaryName CreateChangeAccount And you can change it at any time Domains 我先把这个detail给写上 也许是因为这个detail的问题 所以它不行 钱包地址,Personal Website没有 Keyword about you 然后Save Confirm 今天比特币好像又有人砸盘了 没事就砸一砸呀 这一年头不容易啊 出来混不容易啊 好像比特币准备出来个金叉 不对这是SOL SOL准备出来个金叉 比特币是不是也快出来个金叉 有可能会出来个金叉 那希望它能走得好一点 世界杯 大家给世界杯一点面子 拉拉盘 让大家爽一把 然后再砸啊 这个好像好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 my domain 然后这个能不能选 好TJ什么什么BAB 它非选了 就是刚才要先把edit一下那个 然后就先save primary name 谈古论经典BAB 还算挺酷的 是不是 confirm 然后再进USM 应该就可以显示这个TG 要谈古论经典BAB的啊 好 搞定 这样我们再进 launchU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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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这个 比特币昨晚有据说有聚金杂盘ETH 杂盘以太坊 保证它价格往下掉了一下啊 但是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1000美元 还是在1172 砸的小砸一波 并不是砸特别厉害 Solana 开始 有一些这个 底背离的苗头 但是会不会掉下去呢 现在不知道 可以可能先往下掉一波 然后再 往上涨 我们先进一下USM sign一下就可以进去了 我还没有把我的la卡转进去 我得先转进钱包 我钱包里面好像还有一些la卡 应该可以直接去赌 拿着la卡就可以去赌这个世界杯 他的这个USM里面的现在的活动 好 好 Enter 好 现在我是在这儿是什么地方 点一下地图 然后我们去足球场 诶 这不是足球场 足球场在什么地方 这是足球场吗 还是音乐会 我点一下这个workup 然后去这个地方 赌球在哪赌啊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是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这是teleport 我得去问一下去哪赌球 我得是先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官方网站里面有没有 西班牙队 嗯 你进一个 我进一个 细节 然后这个 是吧 不要啊 进一个 每场进才支付5000个 然后才对货40 才错货10 好 刚才录了一下这个赌球 结果没录进去 只好再录一次 呃 USM universe.com 然后 launch USM launch USM 刚才在这个地方设置完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 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个profile的名字改成这个 然后就可以在USM里面 把这个BAB显示出来 啊 现在我们就进这个 USM里面去 太失败了 刚才录了一次 我都已经笑完注了啊 笑完注 赌这个厄瓜多尔 呃 看一下点这个 然后可以让你SINE一下 那 就可以进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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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开球了啊 等一下大家 把这个录完 我就去看球去 我是赌了卡塔尔赢啊 赌了东道祖赢 到底是东道祖士气呢 这个看球还得先赌一赌才行 大家看我的这个BAB就显示 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就点这个地方 然后呢就可以选这个JAS DID 那他就给你显示 然后如果要赌球的话 一进来这个地方就可以赌 那在左上角 右上角 这个地方 有一个guessing game 你就点这个guessing game 确定我在录啊 刚才没录对 然后就选这个啊 比方说我要赌这个英格兰 赌伊朗赌谁赢 我就赌英格兰 赌谁赢 我就赌英格兰赢 我就点这个 然后我就点这个舒尔啊 五千块钱赌一次 五千个拉卡赌一次 然后他就小狐狸就会跳出来 哦 他小狐狸不用跳出来 他就直接用你那个in game的那个拉卡 我就已经赌完了啊 我已经吓住了 不过赌英格兰赢这个应该也可以吧 英格兰应该比伊朗牛吧 呃 就这么就这么个赌法啊 然后我现在已经下完柱卡塔尔 第二场是英格兰 希望这两个队可以赢啊 我们希望东道主 呃 有把劲 这个是我的拉卡 我在游戏里面有这个拉卡 我现在已经花掉一万个拉卡了 我现在 看看能不能赢啊 大家有兴趣进来玩一玩啊 呃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先做到这儿 呃 祝大家世界杯愉快 这个看球啊 要看的激动 还是得先赌一把啊 啊 好 祝大家世界杯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世界杯特别企划中 在大家跟大家见面啊 好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好不好 别散一秒 来 Vic